坐着火车去西藏 这个地方是青海省的西宁市 西宁市 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 从西宁出发沿着青藏 铁路 一直可以到拉萨 这次坐火车 先到 西藏的安多县 安多县是西藏的北大门 沿着安多一直往拉萨方向走 过年的时候我去过西藏 那时候比较冷 没怎么转 这次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再去看一看 还有好多地方没去 我身后是西宁市的 城市中西广场 这个也是西宁市的城市中心 那逛一下这个城市中心 再去火车站 时间还早着 两点半 车次是 晚上的7点20多 还有五个小时 静藏的火车票不好买 我是从昨天早上就开始 补票 一直到今天早上才补到 补了一张最贵的 下铺 过年的时候去西藏 一直到了 珠峰大本营 那是我最远的一站 这次去一些 小的县城 看看湖泊也挺好 西宁的城市广场 西宁第一人民医院 这个是王府井百货 这条街是西关大街 在从这个地下通道 一直到那个西大街的百货 商厦下边 那边有一条 水井街 是一条步行街 买点吃的带上 西宁市的水井街 这是一条步行街 商业街 现在正在改造 简单逛一下 毛牛肉 关东煮 昨天晚上在下雨 今天天气不错 西宁这边 天气不冷不热 烤囊 这个小的咋卖 6块啊 拿一个 全部6块 大小都6块 大小都6块 芝麻的 核桃的 人挺多的 挺热闹的地方 好了 现在坐公交车 去火车站 西宁城区海拔是2200多米 一直往前到德令哈 戈尔木 海拔越来越高 到安多之后 安多县的海拔是4700多米 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县城之一 还有4个多小时 青藏铁路是我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 它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下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这条铁路是 青海省 西宁市到 西藏 自治区 拉萨市的 整条青藏铁路 封两期建设 一期东起 西宁市 西至戈尔木市 它开工于1958年 通车于1984年 二期是从 青海省的戈尔木市 到 拉萨市 整条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 其中西宁到戈尔木段 814公里 戈尔木到拉萨段 1142公里 一条铁路的最高点是海拔5072米 现在青藏铁路上总共有8趟去拉萨的火车 这8趟列车分别是成都西开往拉萨的 值323次 全程34小时 30分 第二趟是 西宁开往拉萨的 值8981次 全程21小时30分 第三趟是 北京西开往拉萨的值21次 全程39 小时44分 还有就是 广州开往拉萨的 值265次列车 全程53小时02分 上海开往拉萨的值165次 全程44小时32分 晚上9点10 西宁开往拉萨的值9821次 全程20小时 晚上9点50 西宁开往拉萨的值 8991次 全程19小时49分 最后一趟列车是 11点晚上 西宁开往拉萨的 Y971次 这是一趟旅游列车 最好是从西宁坐晚上的火车 早上7点 基本上就到了空龙山脉 可以看日出 一路有 各西里无人区 还有 驼驼河 唐古拉山 拓纳湖 羌唐无人区 念青唐古拉山 等等 都有到拉萨的火车 必须到 西宁 成化 有氧列车 我买的是上海开往拉萨的值165次 晚上的 7点26分到西宁站 到安多是明天早上的9点58分 需要14小时32分 这趟车一路从上海出发会经过 徐州郑州 安保基南州 西宁 格尔木 这都已经进站了 现在正在换车 都在擦玻璃 没啥好看的 那晚上能看见个啥 来了来了来了 到了格尔木之后才开始供养 你从哪里下 拉萨 拉萨 你也是吗 我去安多从安多从安多往拉萨走 你不是就是拉萨的吗 我前段时间去过拉萨 每个床位的下边都会有这个 供养口 一般用不着 如果想看风景 第二天起来之后可以去硬坐坐着 那边事业比较好 擦得特别干净 下一站西藏 下一站西藏 下站应该是 格尔木 到了格尔木 半夜了都 风景全在明天早上 要醒来就到了 唐古拉山了 一路都是污人区 破纳湖都可以看见 我是看不见 我在安多就想了 但是也可以看见唐古拉山的日出 应该天气好 青海湖 这是碰见旅行团了 太吵了 只有青藏高原 已经听了一个小时了 还在放 马上洗灯 晚上的三点 还有 几个小时到安多县 能不能别说话 这一边上 这一边上潮的人 头疼这些旅行团 这边是唐古拉山 气温很低的 山顶上全是 这一边 那条应该是青藏公路 这边应该是可可西里污人区 再往前走过了安多之后是 汤唐污人区 可西点 可能八九月份这边景色会更好一点 唐古拉山 草原 这边还是最近气温有点低 这都是从唐古拉山上润滑的血水 走了一晚上还在青海 八点多到 西藏与青海的交接唐古拉山 那边是 青藏铁路最高的一个点 八五千多米 这是唐古拉山站 进站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青藏铁路上最高的火车站 这也唐古拉 到了到了 好了各位咱们下个视频见吧